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模一样 三个字 认了一下表姐 我整个的服装品位就上来了 在我们整体的男嘉宾颜值当中 这就算小鲜肉了 前一千名吧 曹老师可是审美专家 人家是研究艺术史的 但是曹老师 我今天要跟你谈一个问题 最近也是在一个阿姨的感召之下 我觉得有的话题可以破一破禁忌 对吧 哪个阿姨呢 琼瑶阿姨 就是破了什么禁忌呢 就是中国人既会谈死 我发现直到今天 很多人都是觉得很不吉利 就好像不喜欢设计这个东西 甚至于你更不敢 也不一定不敢设计 你看有一些地方 它是提前排演葬礼的 就是你知道很恐怖 你就看敲锣打鼓 然后一个葬礼过去 然后到头 然后那个棺材一打开 人说妈你觉得怎么样这事 真的吗 真的有这回 有彩排啊 有彩排有彩排 你在哪见过 西文上很多的 很有意思 所以呢 你看咱们更重视的是死的仪式 对 可是对于那个就要迎接去死的那个人 他的一些内在的一些感受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议论 所以说我想问问这个曹老师 咱们就破破禁忌啊 当然您现在还非常的这个年轻啊 但你考虑过身后事吗 或者说考虑过对自己将来有了那么一天的话 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安排 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个话题 因为不但我考虑过 而且我还帮助一个亲戚考虑过 他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是孩子的姑姑 让我做他最后的监护人 就是生理上医疗上 而且要帮他做这个决定 帮他做这个决定 当时我觉得最难以判断的一点就是 如果他丧失意志了 已经在各种管子插上了 这个时候或者不是丧失意志了 他不能表述自己的要求了 什么时候决定拔管子 我跟他讨论了很久 前提就是拔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 如果有意识而不能表达 这个人是非常痛苦的 他不愿意死 如果没有意识了 一直的延续下去 在生理上他也没感觉了 只是个经济上的损失 是不是要拔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之后 那么只能靠最后的判断 所以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 那么琼瑶我就也可以叫他阿姨吧 也将近也大了不少吧 我自己呢也写了这种遗嘱之类的 也有遗嘱 那当然早就有了 而且这个怎么做 那个怎么做 最后也是一个这个什么时候把管子的问题 其实遇到这种情况的人还是会有的 还是不少 那么如果我写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还能存活 可是大家已经做了决定 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了别人 我也没有后悔的可能性 这种时候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是一个问题 这也就产生了你 我们谈这个问题 我见到这个新闻之后 有一个纠结之处 就是琼瑶 我包括我孩子的姑姑 都属于经济上 社会上比较优越的阶层 我们不会想到我的孩子一定要把我拔掉 以便早早地继承遗产 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但是呢 如果这样真的变成一种法律 真的变成一种可能性 很多比我们不够 跟我们相比欠缺优越的人 很可能就会出现 我们不想见到的事情 您说的 这个太入情入理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就说 这个琼瑶 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个 大家以为是不是琼瑶阿姨身体不健康了 后来就说不是 身体还挺健康 但是琼瑶阿姨可能感情比较容易激动 她最近不是要受到一些什么事的感召 是吧 受到比如说台湾有一些人士 好像是沈富雄啊 叶金川啊 大概是留下了一个 叫欲立遗嘱 现在这玩意很风行 就是生前立下 自己要是有了那一天呢 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 然后你看琼瑶 有人说琼瑶的这个文风啊 在这个信里边都有所这个表现 他是啊 刚刚知道台湾呢 通过了一个自主 病人自主权力法 已经立法通过 但是通过之后呢 三年之后才实行 2019年对 2019年才实行 然后呢 换言之呢 以后病人可以自己决定 如何死亡 不用再让医生和家属来决定了 当然我也要指出 琼瑶阿姨的这个 这个理解也比较天真 对吧 她对这个法律的理解 比较简单 就是 但是她就说她自己啊 她说呀 给自己的孩子们 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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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媳就说呀 我生怕到了那个时候 你们对我的爱成为我自然死亡最大的阻力 承诺容易实行难 万一到时候你们后悔了 不舍得我离开 而变成叶金川说的联合医生来灵持我 很多医疗措施跟这个灵持差不多啊 然后她说怎么办 我想你们深深明白 我多么害怕有那么一天 现在我公开了我的权利 所有看到这封信的人都是见证 你们不论多么不舍 不论面对什么压力 都不能勉强留住我的躯壳 让我变成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 那样你们才是大不孝啊 我发现她写这个跟写这个情书没什么两样 这是非常穷耀式的一个表达 穷耀节目 而且我都看完这个信之后 我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穷耀阿姨 但我不能叫她阿姨了 穷耀她这个写作有一点矫情 为什么有点矫情呢 因为实际上按照台湾这个法律 她的儿子和儿媳妇没有这个权利 就说只要她立下来 是法律认可的 应该我记得是三方见证吧 就没有办法了 这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医生也不能不给你拔管子了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很穷耀式的表达 但我同时就想到说呢 我们很多的写作者 包括这个公共知识分子 为什么要在这种私事上对外发声 实际上我们的个体的经历 是要进入社会的变点史的 而每一个个体的推动 实际上都很重要 我觉得穷耀其实给大家推动了 这个全社会忽然意识的尊严词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哎呦 你说你别看他年轻 看问题够阴的 但是中国的社会会产生一些麻烦 比如孩子逼着父母 把房产证拿出来 他们可以过户 那么孩子也可以逼父母 你在医院的负担太重 我觉得这种安乐死 这种一切都是在医疗保障 社会总体医疗保障 非常完善的情况下 就是咱们把几个概念先分开 就是一个叫安乐死 一个叫尊严 安乐死呢 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 协助病人自杀 就等于医生给你 还是说家属 协助你自杀嘛 对对对 让你安乐的死去 但是现在台湾的这个概念 有很多名词 有叫缓和医疗 也有叫尊严死 它指的是一种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不要一些 创伤性的干预 插不插管子 切不切开喉管 什么气管 然后胃不胃鼻刺 包括心脏电击 你像台湾有的医生 很自豪急救大夫 就是说医疗科技发展到现在 叫没有C不回来的病人 什么叫C不回来 叫CPR CPR指的就是心肺复苏术 那家伙经常就是几根肋骨 给压断的 就是那个 我就管那玩意叫烙铁 他们说有的时候 抢救病人的时候 都闻见这个烧焦了的焦糊味 但是它能让你复苏 说实在再不行 有一种玩意叫液克膜 基本上就是一个体外心脏 机器给你这个循环了 就是现代科技 他们就说啊 现代科技越发达 人呢越不得好死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ICU的技术啊 几乎就是个活死人 可以把你当个生物机器 一直维持着你的心跳啊 喘气啊 对 那你说这玩意儿 所以这种 他们说的这种叫什么呢 就叫尊严死啊 或者叫 就是说国内也有一个这个协会 这个罗瑞卿大将的女儿 罗点点 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 一直在 你发现没有 临终不插管 边边他是这个高干子弟 他亲眼见到了父亲的 晚年的这种痛苦 比如说陈毅元帅 这个晚年啊 那个就插满管子 极极痛苦啊 自己可能都都都不想 没有意识了 但是这他儿子陈小鲁也说 说咱能停止不抢救了吗 这旁边医生说 你爸爸这样的人 谁敢 你能决定吗 所以我估计 他们这个高干子弟啊 就特别有感受 但是这个罗点点 也说到这个事儿 他这个高干子弟 或者像曹老师说的 这个社会当中 你能够得到 较好医疗服务的人 是一种问题 可是如果要搞这个事情 中国大批的贫苦人群 他们面临着 可能连起码的医疗救助 医疗保护都没有 根本就没钱治病等等 对于面临这些东西的人 你好像给他推销 什么尊严死 你知道吗 会觉得有点文不对题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推销 为什么 他们很可能更加需要尊严死 你知道最后 农村有句话叫做 久病床前无孝子 我这次回家真见到了 我们过年回家嘛 就去看望一个亲戚 也是就忽然中风了 然后整个就躺在床上 不能动 我就进去看 儿子戴着口罩 给他喂那个汤食啊 出来之后 儿子给我说 马上春更要开始 我现在就已经整个人累的 你看我都瘦得没醒了 那怎么办 我觉得 我看到那个亲戚的那个现状 我觉得我都于心不忍 看着他活下去 但是你知道 就是你说的一个问题啊 他现在这个医保啊 咱们极其不健全的情况下 你知道现在医院里 有的时候是 儿子要把管子 医生给他争夺啊 说这病人还能抢救呢 能救回来啊 他就有的那个儿媳妇 就让他死啊 那你要是这个 咱们在国家 所以为什么说 在咱们国家很多事 我就发现呢 你看有一点啊 这要是去调查 大概率的人群 都赞同尊严死 甚至安乐死 百分之七八十 你问卷调查 这一听 对啊 挺好啊 但是呢 下一个调查就是 你具体实行过没有 极少数的人会对 目前来讲在中国 只有少数人会对 自己的亲人这么做 我您说 在网络上 报纸上也看到 有些老人 其实年龄不很老 六十多岁 五十多岁 快六十 得了病了以后 怕连累子女 双双跳楼 这种事情也多得很 如果这种 叫安乐死 或者是尊严死 全民实施了的话 这种状态 我觉得就非常复杂了 对 它会出现很多纠纷 而且我觉得 最可怕的是 安乐死它的复杂性 因为它有可能会成为 合理谋杀的一种程序 是啊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还别说 听说现在年轻人都特时髦 立遗嘱啊 倒不是说是遗嘱啊 就立很多遗嘱 我记得格子 我像你这个岁数的时候 我到现在倒没这意识 我像你这个岁数的时候 有一次坐飞机啊 把我颠得高空九霄惊魂 后来我觉得 我是不是要写点遗嘱 虽然财产没几百块钱啊 但是呢 也怕产生纠纷吧 这个还想着 嗯 他对我不错 分给他多一点 分给他多一点 一个人五十块钱 对对 后来呢 过了几年之后 我找不着了 自己也找不着了 你说 我就发现 你生前在清醒的时候 立下这个嘱咐 说 我要有一天突然中风了 或者陷入植物人状态 不得对我进行插管 就让我自然走 嗯 但是呢 你这个决定啊 随时都可以改 但是呢 你这个决定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人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你到底你的意愿 是什么 嗯 你知道中国现在 其实我 我现在岁数 我越年轻 对这个问题啊 就是看得越简单 觉得尊严死 安乐死 甚至都挺好啊 当然应该 但是呢 年龄渐长啊 看到周围的情况越多呀 越觉得不好下判断 就是 你比如说在中国 很多时候 比如说老年夫妻啊 哎 你说酒病床前无孝子啊 可是你没想到 这个老年夫妻 对 他很多时候 老伴就是他的一条命 对 甚至是老伴 哪怕就是一个生物机器 只要他喘气 只要他每天能拉拉他的手 帮他梳梳头 完全同意 这就是他人生的支柱啊 你让他走了 这可能另一半 也活不了几天呢 所以有这个词叫 未亡人 他已经都死了 但是他实际上没有亡 他那一半走了 这个词就是 他基本上就 就等着那一天了 跟他一起去 这个未亡人这个概念 实际是 但是唐老师那您说 他要为了这个亲情 或者什么爱情 替他这么受苦活着吗 这是一个很难判断的事情 另外在中国社会 我刚刚咱们也聊过 中国是一个舆论社会 有些时候你立遗嘱 尤其是重要人物 你立了遗嘱也没有用 对 你的单位 你的周围的有权势的领导 什么人可以把 一切都绑架走了 你立遗嘱指定的人 没有办法实施你的意愿 所以需要立法 立法你去 所以一套这个法律要健全 对 就是遗嘱 公正了的遗嘱还被人绑架 这在中国屡屡见到 所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说的这个 就是这是一个 必将引起一些纠纷的问题 台湾立的这个法 为什么要三年呢 医生在挡住它 对 它需要很多准备工作 比方说对 很多是医生反对 对 好比说他现在规定呢 比如说 得有两个合资格的医生 来做出这个判断 等等 有许多程序 包括像曹老师您说的 这种生前预立遗嘱啊 这个可靠性 也是有程度分级的 比方说 可能就会建议你呢 你自己找个网站 或者找个什么地方 住这么一个册呀 这个效力啊 就不如你找一个第三方公正 对吧 甚至就是等于你自己明白了 你要想你自己的遗嘱 真的到时候能够得到执行 你就得在你清醒的时候 尽量的让它呀 更加有法律效力 这又牵扯到另外 你刚刚说到 格子刚刚说到 这要法律健全 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两个合格的医生 有资质的医生 现在学位泛滥 谁有资质 谁没有资质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包括这个医生 你刚才讲 为什么有些医生 反而是有些医生反对呢 我们实际上 这个医生群体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东亚文化一个特有的现象 它是一种 类似于父权式的医生 就是我管你的生死 我只要能救得活你 我就要救你 它有这样一种 神圣的一种使命感在身上 所以台湾这个推起来 为什么2016年定下 2019年 就是台湾有大量的医生 是反对这个情况的 就这些医生 还是觉得叫 一路救到死 一路救到死 那所以说呢 将来这个法律 要真正实行了 会不会带来另一种情况 人们也担心 就说这个医生 不尽职尽力 不尽责 就没有尽力 能有可能救活 他要死就死吧 但我相信这个群体 应该它有 它的职业操守在里面 有职业道德在里面 这就属于 另外一个范畴的事情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说 格子这个岁数 立下的这个遗嘱 对吧 或者说他得的某种病 说你列举的某种状况 比如说是这个长期昏迷 或者什么的 癌症 但是也许呢 到你一百岁的时候呢 已经攻克了这个难关了 我很早就想清楚过这个问题 你别看我年轻 打算的比较稳 对 就是我想过了 比较理想的就是 海明威那种死法 到了一个 我自己的身体啊 意志啊 各方面都已经 明显的衰退的时候 给自己一枪 我这个想法还真不是说是 没有执行的 你像涅槃乐队的主唱 叫做Kurt Corbin 应该 对 27岁 给了自己一枪 留下一个长长的遗嘱 上面就写着叫 与其苟延残喘 不如从容燃烧 哎呀 这个话我就帅得不得了 我对生命的态度 基本上是 我不会希望看到它 因为有一个抛物线嘛 我不会希望看到抛物线 这样的那一段 希望这仅仅是你的态度 没有关系 你可以小心格子 我发现你这个面相啊 真像是能干出点极端事的人 是吗 你看这个眉毛 这种棱角啊 这是刚才党委老师画的 我想起我有一次 在东京街上 看那个日本警察厅 贴的一些那种亡命汉匪 其中有个人 我老想起你了 没有 那天于士丛老师 给我算了一挂 说看你这个面相 应该跟你这个同一挂 挂箱的有这么几个人 说孩子 宋教人 我说 余老师 这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活得很长的人 他说 孩子是自杀 宋教人是被杀 对 然后他说 没关系 但是有一 就是有一种老夫 给你一个药方的感觉 他说 这个 也有活得长的 我这个挂箱 说是这个 孟子就活得很长 我说 那最后结论是 怎么着可以活得很长 他说 多想点哲学问题 心而上的问题 你别说 这真的是一个哲学问题 因为 你怎么理解这件事 谁都没死过 就活着的人 谁都没死过 所以这个 他们讲 说过去一直是宗教 那比如说 要是按照某种基督教的说法 那么 我听过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人 就讲这个事 他说 那么在基督教看来 我们活着 人活着 不是为了享乐的 那么 我们是完成上帝的这个义务 甚至圣经里面管这个死 有一种说法 叫吸了这个劳苦 就是我劳苦一生 死我终于休息了 所以死前的这个挣扎 死前你所经受的痛苦 也可以理解为 上帝给你的一个使命啊 对吧 他也可以 曹老师 你觉得就说 人想舒服 不但是舒服着 活着 最后呢 就说 死也想舒服的死 这是不是正义和高尚的 还是有为某种哲学理念的 可能我见到的人 比你们 就是见到老年的人 比你们稍微多一点 应该是的 对 那我自己的感觉啊 我们既无法安排 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被什么人生下来 我们也无法安排 什么时候 以什么方式死去 我们只能尽力 尽量我期待这样 到时候会怎么样 他不是金钱决定的 也不是社会决定的 社会给你提供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最后的决定 就完全不在你手里 我认识一位日本的家庭 非常好的家庭 应该是京都比较有钱的人家 就是各方面都好 女主妇的去世 都是很意外的 突然走着走着 就掉到鸭川河旁边 还是怎么就不见了 家里人找了很久 等找到了已经 回天乏术了 那么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 日本的社会 他们家的社会地位 他们家的经济地位等等 还有包括他自己 代人 接物 一切 他不应该是这样结束 但是他就是这样结束了 通过他的去世 因为我是在日本 做研究的时候 非常感激他们家 那么通过他的去世 我第一次认识到 你无法安排 你用什么方式 什么时间 怎么离开这个世界 你只能去尽力 所以琼瑶阿姨呢 她其实在给自己 写一首 催人泪下的情诗 她是不是 她在自恋 对 你这个观察也挺阴的 想象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所以我为什么说 你们俩阴呢 因为你们俩也说出了 很多人平常不说的话 就是觉得这个 比较坦诚 琼瑶阿姨也是属于啊 这个矫情 矫情到矫情的程度 或者说呢 矫情到一个有格调的程度 对吧 而且这个格调风靡万千男女 不算高 反正 高低咱不论 但是我就是说 这个事啊 的确是关系到 很多人的一件事 就是 你比如说对于这个死亡 平常我们想的有多少 而且我就说啊 你要这个人啊 活着的时候 比如说我有个个人爱好 可能比你们更阴 我爱去坟地 我也是 我爱看古墓 对 我一到什么地方啊 我就爱去坟地看 我呢还不害怕 我呢还喜欢去ICU 我甚至特别希望 跟某个临终医院去联系 我想去那做点什么 义工 其实也是想去 我想应该多看看 你比如说啊 我认识这么一家人 这个老伴呢 就是这个脑溢血啊 就是陷入长期昏迷 哎呀 这个一直在这个医院 他躺了有多长时间呢 好几年 甚至医生说啊 说这种情况啊 就身体比较稳定 插管子啊什么的 身体比较稳定 说在我们这儿 十几年的都见过 哎你说这人也真神奇 就是大脑啊 已经被破坏了 但是呢 靠着鼻四 靠着鼻四 就每天打成这个僵啊 从这个鼻四 你想鼻四这个管插进去 直接插到胃里 然后呢 这个呼吸机 对吧 然后这个等等等等这一套 哎就一直这么活着 这个时候人的身体 就成为了机器的延伸 我们就 对我们经常说 我们用个手机 这个手机是我们人身体的延伸 这时候你人身体 忽然成了机器的延伸 这很可悲 可是你知道就是 好比说这个作为医生来说 也是劝啊 就是说 这样你们家这个花费太大了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你知道他们有人说 中国医疗支出 包括那个台湾地区 他们也有这个统计 原来啊 大部分的公共医疗支出啊 都用在了 都是最后那一下 临终那几个月 或者临终那几年 就是原来是这样的 他们说 所以甚至有的家庭就说 是让老人住高级的 最高级的护老养老中心 还是拿这笔钱 送自己的孩子 读什么朱利亚音乐学院 有一个外国哈佛的教授 他就有这个 那么我的意思是说呢 你看这家人啊 家里人的感情和医生很不一样 因为医生讲啊 他已经没有知觉了 但是呢 老头呢 有一次跟他剪这个脚指甲 一不小心剪破了 这个老太太呢 啪自己抽脚 这老头就固执地就会认为啊 说他有痛苦 他知道疼 他知道疼 那他要是知道疼的话 他可太受罪了 因为你当一个职务人啊 那这个所有没有麻药啊 所以这个家里人 甚至跟医院就说 不行 他我这老伴知道疼 知道疼 那你插的这些管子 你平常弄的这些医疗措施 包括这个褥疮这些事情 你们给不给他打麻药啊 哎呦 我觉得亲人的感情 家属的感情 和这种所谓医生啊 它是很不一样的 我相信石铁生说 此事一件 无论怎么推迟 都不会耽误的事情 是一个终将会来临的节日 我觉得 我对我自己的期许 就是当那个节日来临的时候 不是插着管子在过节 那你就算 今天在枪枪里边预留了 预留了一下 28倍的 将来我会把这个给医生看 谢谢啊 不是 将来我逼你先走 肯定 我还不能坐证 我肯定逼你先走 我们都不能这么聊 万书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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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有意思